台湾这一阵子真的是热过头了 根据气象局的统计 上个礼拜平均高温是37.73度 这不但破了台湾的百年纪录 还超过了历史平均值将近两度之多 气象局就提醒了 虽然这个礼拜温度会稍微降个一度左右 但是还是非常热 一定要小心中暑 另外青台卡努确定是朝着南韩的方向来前进 不会影响台湾 太阳高挂上礼拜更是夸张 天气热到暴 走在路上晒的人头发晕 不用路面都快折腾出烟来 而这样的高温已经创下台北气象站百年历史记录 最高温的平均纪录是37.73 它是破了台北气象站百年的最高温的一个记录 从7月9号到15号 一个礼拜平均高温37.73度 远高温民国60年的36.39度 更比历史平均值高出1.95度 写下百年高温新史 除了受到南风影响之外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台北的盆地地形 而这个礼拜除了华东地区之外 下午渴望出现震雨 相较于上个礼拜气温渴望稍微凉一些些 这个礼拜其实台湾附近环境的水气也比较多一些 所以中午以后有些地方是比较容易下午后震雨 但是热又湿 大家感觉是很闷热的 这种感觉在人体的感受上是很不舒服 气象局也提醒民众气温都在百叶箱内测量 因此实际的气温还会更高 民众出门千万记得小心防晒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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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